日本魚是生意興隆 東京新年開春鮪魚拍賣 一尾鮪魚拍出超高價170萬美元 比去年最高得標價還要高出3倍多 高價鮪魚立刻從東京的逐地魚市場 轉運到壽司店 一些幸運顧客得以品嚐到 著名的黑鮪魚切片 鮪魚是日本人最喜愛的魚類之一 而藍旗黑鮪魚則是最有價值的一種鮪魚 即便在供給量逐漸減少 漁獲配額也緊縮的情況下 日本還是消費了全世界超過一半的黑鮪魚 東京的逐地魚市場 也是個很受歡迎的觀光聖地 每天吸引數以百姿的遊客前來